美议员关切黎智英被捕呼吁美国政府也回应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日前遭港警已参与反送中非法集结为民带走 后经保释外界质疑这是港府秋后算账 美国联邦参议员史考特Rick Scott28日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演讲时声援黎智英并要求美国政府回应此事 史考特28日参加智库举办的面对中国挑战座谈会主动提及黎智英遭捕仪式 他说港警已非法集结逮捕黎智英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与工党副主席李卓人 史考特称参与和平抗议活动应是港人基本权利 黎智英等人应应坚持香港的自由与人权受肯定 史考特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与中国共产党应慎重考虑如何采取下一步动作 他个人会持续关心此事 也希望美国政府积极回应此事 黎智英等三人在28日分别被香港警方拘捕 他们被指去年8月31日参与未经批准集会 黎智英另外被指涉嫌恐吓记者 黎智英被审讯5小时后或准保